其實我今天要講的 我想應該最有趣的是這一段 然後在我們波特蘭之間 各位可能看一看 帶我自己來說明 我當初是怎麼想的 聳立在詩人的魂墓上 一座墓碑 所以我們叫聳立在詩人的魂墓上 一座墓碑 也就是波特蘭的這個墓碑上 但是他站著的是一個聳立的幽魂 他所開出的 那他魂墓上開的這一朵花 是惡之花 所以把惡之花的定義 詩人死了以後 他的魂墓就是代表他整個人身是怎樣 這裡面的庶人的幽魂 是我的一本詩子的名字 但我把它送給波波特蘭 這個庶人的幽魂 我有一個人的詩 然後他站著的惡之花 這個惡之花 我們今天看到這本書的設計這麼好 這個設計這麼好 所以我就是說 這個設計者蠻有那種感 藝術感的 惡之花 換句話說就是黑玫瑰 但他就把它用黑色 那麼這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非常適合 而且我很喜歡他這惡之花 這三個字 都是很正的 還有一點斜 它這個斜才有味道 這個在乎 這個惡之花的那種感覺 沒有比蜂墓更了解詩人的 你說 我的心有如地獄 沒有人比你更了解蜂墓 你的蜂墓分裂 從蜂墓中泵出 三彈黑色的滑脫 這個就是說黑玫瑰的這個東西 那麼 蜂墓跟波波特蘭這個關係的話呢 這是波波特蘭自己的句子 說 沒有比蜂墓更了解詩人的 這是他的句子 找一找 找到這一句 這個很有道理 為什麼沒有比蜂墓更了解詩人 詩人在世的時候 還沒有到蜂墓裡面去 沒人了解的 他死了以後 蜂墓最了解他 所以這個的話 詩墓是 說起來也是很趕快的 說一下 他說他的心有如地獄 這也是他的句子 地獄 陰間 地底下 深淵 這些都是他一套的這種說法 所以我再問兩次 不管是蜂墓最了解詩人 你也是最了解蜂墓的 那麼你在蜂墓裡面的話 你的蜂墓分裂 這個蜂墓分裂也是我的心裡面 常常會有出現的 這個是來自我對 當年對蜂墓的研究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魂跟魄是不一樣的 魂是主宰你的精神 魄是主宰你的肉體 那麼多得蜂墓我還沒了解 就是精神與肉體的分裂症 那這種分裂症就是魂魄分裂 都是我的感受 我想他一定能感受到這種 就是精神與肉體的這種掙扎 他併組這種三半夜深的花火 就是黑玫瑰 你的空腦來不撞擊 你一向你憂鬱的決定 那佛醫生帶著惡的意義 將世人的意義感覆雲辱 現在也是你的最大地震 為了心就解脫 你逃避 逃避惡的惡的意義最終 你一向你憂鬱的意義 我先說神明的 你的苦腦 他的這個 我這裡面有幾個觀念 那麼我現在先說他的苦腦 以後再說他的另外一個記者裡面 他的苦腦來回撞擊在 他的苦腦就是在理想與幽異的絕病之間 撞來撞去 他的苦腦這樣 那佛醫生帶著惡的英雲 將世人感覆雲 明雲這兩個字 是他二字花這個詩集 在出版 還沒出版以前 曾經有一度 他把它作為這個詩集的題目 所以對他來說 他寫的這些地獄啊什麼明雲啊 在他的腦中是很深刻的 所以他這個明雲當然就是說 通向人間的這個計畫 那麼但是他因為二字花的關係 所以他在這種土腦裡面 永遠帶著惡的英雲 那這個最大是你最大的病症 這個我們今天稍微提到過 為了宣求解剖你逃避 可是你逃不了惡的英雲在追蹤 你心中永遠有這個惡的那種東西 這個惡的等一下還會收到 就是因為他是信宗教 他信宗教更是為了這個東西 無法抵擋的誘惑 無法借除了愛淫 無法是我的誠意 判例是你唯一的環境 帶著眩運 像你冰落的心 永遠無力 滾下 從哪邊這個髒氣的暗編呢 所以這個無法借除了愛淫 這個愛淫是我創的 就是愛一個人啊 是變成癮啊 這個東西哪裡自拔 所以這種就是愛淫就是 她愛了她的那幾個女人 有幾個是跟她是歡喜冤家 這種東西是等於 這個叫孽緣啊 她有一些孽緣的關係的那種 你無法吃法 發生愛淫 無法吃法的眩運 判例是唯一的環境帶著眩運 病弱的心 這個病弱 其實就是惡之花的那個惡的翻例 因為她這個詩集在製給這個 高低葉的時候 她也是說 我獻上這病弱的花 她的這個病弱的就是 這個不是邪惡的 而是一種病弱的 所以這個也是 在翻例上 我知道很珍珠的這兩個字 我覺得又蠻描繫她的心聲 你看她也無能為力 她病了 她是病了 那但是她也覺得 不能夠解脫 不能夠操脫 也是感覺到 無力 無可難 也無能為力 隨著病弱的心 永遠無力 像人家充滿她造成性的愛 你的憂鬱 前面她認識 你的苦腦 下一面她 她的憂鬱 這是她的整個精神念 我一個一個來解釋她的精神念 你的憂鬱來自原罪的血液 原罪是我們的血液 沒有觸碰你 經常在你的血袋中 逃笑 困獸的肉體不安 一再讓父親的恐怖 踐踏你的意志 熄滅你的叛逆 嘲弄你的外殖 她的哭鬧 她的憂鬱 就是因為 她如果 她如果能超越宗教 我相信她就比較會快樂 但是這個宗教 所以宗教 宗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宗教會讓你覺得很痛 所以呢 她就是 沒辦法超脫這種東西 所以我說 你沒有說我的迷宮 在你的血液裡 是給我拋下 所以不急的恐怖 那個不急 也是她的心裡面 常會有症 所以不急想著 滑滑暗是死亡 這個死亡可能毀滅你 而且她的死帶著毀滅性 那叫毀滅 不光是要毀滅我自己 所以要把對方毀滅這樣 或者愛的極致可能是毀滅 這個東西 她的死裡面 你看了過癮的地方 也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她這個的話 把那個感情 推到非常的極端的地方 所以她有這種不急的恐怖 健康你的意志 信念你的貪定 嘲弄你的外殖 你的倦帶 第三個基層面 你的倦帶來自愛與你的追尋 她在追尋愛與你 你呢 你愛的咧 那你滅的眼眸 也是神我為有 同時具有致命的滅力 無限的暴力 使你在狂喜的瞬間 尋求毀滅 這個是我對她的了解 她的這個愛裡面 帶有毀滅性 這個毀滅性的 就是跟死會連結在一起 不光是說你死我 我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愛到最後的話 那就是一切 在手不洗 一切全部滅足下去 這一種就是無悔 這種東西 就是 而且 同時具有致命的 無限的暴力 致命在暴力的瞬間 你愛的咧 我本來這天照過地獄 不論來自上帝或惡王 那種純粹的愛 無畏無迴 只要能使你一時一罪 脫離這個寵惡的世界 我想她追求的 她是所謂的 正面的追求這些東西 無畏無迴 主要是 追求瞬間的解脫 可見她的這種 倦怠 她的苦惱 她的憂鬱 這些都結合在一起 她希望能夠 即使是瞬間的解脫的話 對她來說 都是一種制度 OK